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四十三面 我们看庚山问训传职 那么这一品是讲到妙音菩萨品 那么它主要的内容就是 释迦牟尼佛放光东照 放大光明 从东方招请妙音菩萨来到娑婆世界 那么干什么呢 妙音菩萨是智慧特别殊胜 所以他展现他的智慧庄严 来为法华君作证 那么这个智慧庄严 可能大家会产生疑惑 因为我们以前在修三寸的前法的时候 智慧的重点在于解脱 说三寸共作我卸脱床 那么智慧本来是解脱之本 福德是安乐之本 那么智慧怎么就能够变成庄严呢 这点我们将也说明 基本上我们生死凡夫 我们有两道问题要解决 一个是生死业力 一个是颠倒妄想 主要是这两个 任何人都一样 那么业力跟妄想两个混在一起 那就更复杂了 那么解决之道主要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是凡夫跟外道 那么他们解决生死问题 他直接从业力下手 反正业力是固定的 所以我就修苦恨 我透过身心的痛苦 赶快把罪业给消灭 或者我直接修福 靠善业来取代罪业 但这两个方向都不好 不好的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业性本空 其实业不是固定的 我们学过文史学 大家都知道 你造了业以后 业跑哪去了 它是一种种子的方式存在 存在阿拉耶士里面 那么它阿拉耶士里面 它不是固定的 它刹罗刹罗的生命变化 那这个变化受谁影响呢 受第六意识的妄想 跟第七意识的执着影响 就你第六意识的妄想跟执着活动越赤胜 它欣喜第八意识 你那个业力就更坚固 反过来你越收心 你越内观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的业力 活动范围就越垒落 这就是为什么净土中晚年一定要收心 你只要不收心 你一天念十万身佛号都不要用 因为你激发生死业力 虽然你有往生的愿力 但是毕竟生死业力是熟境界 无量解所造的业力 所以你绝对不能去刺激它 不能刺激它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收心 督色六根 你心里收起来 心从罪 罪从性己将心灿 心若灭死罪一火 就算它不断 至少它是沉淀的调伏状态 所以也就是说 心为业主 你不从根本的内心世界去改变 你直接改变业力 那叫做四倍功半 四倍功半 所以你看外道凡夫 修了很久 你看它没什么改变 该业障深重还是业障深重 你怎么可能去挑战你 无死劫来阿赖斯的业力呢 你这个阿赖斯业力 是无量劫来累积而成 你用短短的几十年寿命 就要去把这个大倡库的人物 给消灭掉 那不可能的事情 那怎么办呢 佛多有大方便 就是 消除业力 只能当作祝恨 拜灿持戒长祝恨 它的震恨 就是你要注意你的妄想 颠倒妄想 它是根本 因为它整个活动 业力由它所造作 业力也是由它来带动 而增长广大 罪魁祸首 欣为业主 那么处理妄想 也是两个方法 三政的拳法就很简单了 用空性 它空性的理由就是 因为你为什么有业力呢 有妄想呢 因为你有自我意识 要主宰 它主要面对这个 我执 这个方法是对的 但是空性 为什么不圆满呢 因为它不是本来灭目 空性 空性的智慧 你看法华军讲得很清楚 我都对三秤的空性说 十方佛独中 唯有一称法 无二一无三 除佛方便说 但一假明治 引导于众生 我们没有一个人 本来面部是空性的 不是的 那这个空性怎么来的呢 佛独的善巧 安利一个法门 比方说你修无常 所以说无常 就知道是痛苦 痛苦就无我 所以这样安利做空 是透过佛法 去创造一个空性的假象 但以假明治 那这个假象呢 虽然是如梦如患 但是它可以保护我们 不是说反导业力的干扰 就像化成 佛独在修行当中 变化一个化成 你进去以后 安稳快乐 所以空性是我们修行 创造出来的 那这个有问题了 所以它不能够训据功德 它没有功德 空性就是空性 所以你看很多人 他修了空性以后 他没福报 因为你成就空性 跟成就福报 是两码事 那化化性的思想 不是这样 它直接从一念心性下手 搞 一个你本具的 但一念心性 它最妙的地方 就是它一种 不恶的思想 就是说真妄不恶 一念心性它是这样子 你向外攀岩 那它就变成妄想 你不待在家里面 你选择 一家出走 那你就是一个穷子 你回归家庭 你就是大副长者的儿子 同一个人 所以你回光缓照 正念真辱的时候 它就出现自信性进行 你向外攀岩 它就变成颠倒妄想 所以它这个 做什么妙法 就是一念心 妙妙在哪里 流浪生死也是它 涅槃极境也是它 所以 但是这个地方 是为什么它那么重要呢 因为你不可回避 一念心性是你本具的 它不像空性 空性是 你要修也可以 你不修呢 有很多人从研教师讲 职工真辱的成就法身也是有 它烦恼没那么重 所以 一念心性是必修的 你一定要面对 因为它是死法 它不像空性 空性就是你烦恼重 拿来当对子可以 你要是往真进度 有些人他一辈子也没修空性 他照样能够成就法身 所以全法就 依个人需要而定 那我们今天谈的是死法 就是说 死法的重点 它不是修空性 它是修 清性的自性清净性 注意 为什么真如的清净性 加一个自性 也就是说 它本来就清净 它本来就清净 不是因为你修行到的清净 我们只是把这个清净 把它恢复 恢复 就是我们以前 打了很多妄想 就是我们以前 抓了很多的妄想 现在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把妄想放下 你的手就是清净 它的概念是这样子 所以何其自性 本质清净 这是很重要的 当然你的方法就是 你要不断的回关缓照 所以你 全法华经只有一个验 你不断的向内观照 何其自性 本质清净 所以他为什么讲 古人讲说 一念不伸前体一线 六根方洞 勿赢 所以 说那我有没有自性 清净性 这个你决定 你要打妄想 你就没有 你等于没有 就是说 你选择离家出走 那你就是一个流浪的乞丐 那你选择回归家庭 你就是大父长者的儿子 所以 业障深重 也是你 万德庄严 也是你 关键是 回关缓照 向外攀远 所以他这个 整个 华华经的核心思想就是 我们既然 一念心性 不可回避 因为你本具的 他不是外来的 不可回避 你只能直观的 面对 然后 不断地告诉你自己 你本来是清净的 那么 清净以外 因为他这个清净 他华尔 华尔也是本来 他记住 死法界的 功德庄严 他华尔记住 为什么 他成就法身以后 他为什么能够 献出一个狗的样子 基督化众生 他能够献出一个大蟒石 他能够献出佛菩萨 这都不是修来 本来就就是死法界 那是因为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上师的亲近心 所以使我们在整个 信计死法界形成障碍 所以天下师的大师说法 修行 佛陀成佛以后 他为什么能够 谱门四线 能够谱献设身 啥妹 因为佛陀 只断修恶 不断信恶 就是 他不造恶法 但是他信德里面的三恶道 他没有丧死 但是差在哪里 差在我们去三恶道 那叫不自在 那是业力遭感 佛陀道 丧恶道 那叫做佛为法 亡以法自在 他现身说法 他没有任何痛苦 所以这个地方 值得我们注意 就是说 当你恢复得自信 亲近心 你就能够记住 死法界的 死法界的功德状元 这就是这样 所以 所以你看我们看奥罗汉 奥罗汉他就空性的时候 他有可能 罗汉脱空波 那你奥罗汉怎么没有福报呢 因为你没有修福报吧 三正全法是每一个法都要修的 因为你没有从信心下所 你直接从空性下所 心外求法 那你心外求法 那你每一个都得修 不是你要去修 实际要去修 那你回光返照 你一直真如的时候不一样 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法身菩萨 是脱空波的 不可能 你要么没有拯救法身 你一旦拯救法身 你一定记住功德状元 你一定的 因为你从信心下所 何其自信本质亲近 他一定会何其自信本质记住 唯心所聚 唯心所造 他一定会唯心所现 他就能够现出普现色身赏命 这就是为什么妙音菩萨 他智慧的殊胜 来到娑婆世界的时候 他能够在虚空现出 八万四千朵七宝灵花 那是唯心所现 他的自信功德显现出来 那他为什么有自信功德呢 因为他挥舞的自信 静静性 所以各位 我们学习火花经一定要知道 从心性的角度下手的好处 就叫做总词 你理论上 你说我整天在佛堂里面 送火花经 你怎么会有福报呢 后面会说明 不送火花经是大福德 因为你自信本来就有福报 那你不断地回归自信 倾静性的时候 你福报自然就要陷钱 就像穷子 穷子他只要做件事就好 他只要回家就好了 他就能够继承家业 父子相认继承家业 所以我们以前 为什么会进步很慢 因为我们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离家出所 最根本 那么你离家出所以后 你什么都得靠自己 你落入了一言所三法 你的修行就很被动了 非常被动了 那你选择回归真如 正念真如 那你背后是有清静心 跟性功德在加持你 所以为什么 它是一个成佛的捷径 就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讲智慧庄严 就是当你修一心三观 成就 自信静静心的一心极空以后 你自己就能够成就 普现色身上面 那福报对你来说 那是一个任应自在的显现 所以佛陀必须把妙音菩萨 请过来 作证 就是你修一心三观 跟修空观 有什么样的差别 就差在这里 因为修空观 叫做解脱 修一心三观 叫做智慧庄严 它不一样 好 我们看庚山的问信传词 那妙音菩萨来到 说佛世界以后 那当然第一个 就要去问候佛陀 好 我们看经文 道义 下七宝台 以价值百千英落 持至释迦牟尼佛索 头面礼足 奉上英落 而白佛言 世村 净花素王之火 未训世村 少病少脑 喜居清丽 安乐行好 四大调和好 世事可忍好 好 那么这一段的问候 传词有三段 第一段是问候释迦佛 第二段是问候众生 第三段是问候多宝佛 先看第一段 问候释迦佛 那么妙音菩萨 带了八万四千个剑鼠 浩浩荡荡 从东方的金光庄园国土 来到说佛世界 到了以后 登上了七宝莲花台 到了台上以后 到了释迦牟尼佛前面 就下了莲花台 以价值百千金的音落 那么 辞至释迦牟尼佛的面前 头面礼足 奉上音落 献上供养 那么一方面白盖佛斗 说至尊 我仅代表 净花束王智佛 来向你老人家问候 看他怎么问候 第一个 少病少脑 企机轻利 安得行否 你老人家设身 是不是 没有病痛 内心 是不是没有忧恼 日常生活呢 企机是不是 特别的 轻便自在 那么成就 生口意的安得 这个释迦牟尼佛 他毕竟是 硬化身 那么硬化身 当然就 似同凡夫了 所以我们前面在 这个 批评里面讲到说 说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会有忧恼呢 因为他忧恼 他的儿子 离家出走 因为众生 离家出走 舍父逃世 所以呢 父亲 内心 忧恼 因为他是 释迦 硬化身 跟凡夫 必须要 同事 什么一个情况 那么 四大条和我 四四可人佛 这个地方是 讲到 释迦安得行 对杜泡众生的 事业 是不是能够 仁可顺利 就讲到 释安得行 这段是对 释迦牟尼佛 硬化身的问候 我们看 第二个 对众生的问候 感经文 众生 亿度好 无多贪欲 称惠鱼痴 嫉妒千迈好 五不孝父母 五敬沙门 邪见不善心 五涉五情好 世村 众生 能降虎 诸魔怨好 久灭度多宝如来 在七宝塔中 来听法好 好 那么第二段呢 讲到众生 亿度佛 这个地方的问候 有因地的修学 跟果地的调福 因地的修学 分成五段 第一个 问到众生的善 跟浅胜 所以你一个人 是不是容易被度化 跟你的烦恼 跟你的福报 没有直接关系 就看你的善根前生 你这个有没有善根 烦恼不是问题 业力也不是问题 第二个 你能不能被度化呢 第二个因素 烦恼的厚补 烦恼是可以有 但是不能太重 包括贪生痴 贪生痴烦恼 以及这个贪生等流手 产生的嫉妒跟称匿 那么疑痴等流手 产生的高慢 这几个烦恼 你又能够适当的克制调腹 因为这烦恼 烦恼一活动 它是障碍你的圣道的真相 第二个 想问候这个烦恼后果 第三个是讲到福德的轻重 那么这个地方 就是有两个指标 来看你有没有福报 第一个 你是不是效仰父母 父母是恩典 第二个 你是不是恭敬沙门 沙门就是出家人 沙门叫做敬典 这两个都是重大福田 就是从这两个指标来看看 你还没有福报 效仰父母 恭敬沙门 有个福德轻重 第四个 第四个判断 你是不是会产生邪见恶心 邪见 这种恶心 它是由疑痴而来 就是你什么教理都不学 你没有邪见 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 那叫做疑痴 但是你疑痴久了以后 它会产生邪见 因为你没办法判断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然后你就胡思乱想 和自己想出一套修行的方法 等到这个方法出现的时候 你就是邪见了 因为你有主见了 那这个邪见有什么缺点呢 会排斥正法 排斥正法 所以这个邪见也是个大问题 那么第五个就是 六根的收射 你是不是经常射心 是不是做一些勤门的定刻 这个也会影响到你的 得度的因缘 所以众生得度佛 有五个情况 这五个情况 其实我们从现实生活上 有两个是重点 一个是你的善根全身 作为我们一个生死凡夫 你一定要让自己 变成是容易被佛陀度化的那一类 我们前面看到很多 很多屁育 你看那个梁医育 一个医生有很多儿子 有的儿子是容易度化的 他不失本心的 有些儿子是没办法度化的 他看到他父亲回来很高兴 那你怎么讲 他要他不吃药的 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业障深重 但是你的生命要有希望 但是你要知道 十方诸佛都发得愿意 要度化众生 那么有些人为什么 一下子就被佛陀度走 有些人 怎么都没办法 佛陀把他度走 这跟佛陀偏不偏信 没有关系 佛陀没有偏信的 就是你不容易被度化 那为什么呢 你要是否反省 因为你学佛以后 你又喜欢修善业 也不听经 也不如理思维 你没有闻思 所以你在佛法当中 叫做入宝山空所回 佛法不供的地方 是他智慧的善根 如果你在佛教里面 修这个慈善事业 那你跟修外道 差别不大 那顶多跟三宝结个眼而已 就是你看到佛陀很欢喜 但他没办法度化 欢喜归欢喜 你是上师本心 不可度化 佛陀也没办法 所以你自己的准备工作很重要 就是说 这个世界上有十方诸佛都发了愿意 随时他的营业 观照力 咒三十 一页三十 在看谁的善根成熟 只要他看来看去 看不到你 那就糟糕了 所以第一个 我们要不断地学习佛法 如理思维 让自己变成佛陀本宴射受的对象 是可度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邪见 要注意 因为你花了很多时间修行 你可能会因为营业的邪见颠倒 全功尽弃 你看看热眼睛五十一模就知道了 尤其是你特别喜欢讲感应神通的 你要注意 你过去是很有外道的思想 这种 你自己要特别注意 就是 你会很注意 一些特殊的相状 特殊的阴生 那么这样子 你会把它当成功德想 这个要注意 就是你 所以有些人他的天生 有起邪见的倾向 有些人不会 所以你自己要注意 所以这两个是关键 第一个 你的善根前生 第二个 你是不是容易产生邪见 你自己要知道 那么这两个问题 解决了以后 其他都不是问题 福报 烦恼 这都不是 佛法 有的是法门 所以这五个里面 这两个最关键 好 那么你因地的修学成就 以后果地呢 就是调伏这个摩月 调伏摩月呢 有内在摩月跟外在摩月 内在摩月就是五一摩 跟烦恼 无印的赤胜 就是你这个人 生灭心重 攀岩心重 这个就要修止对峙 烦恼 � 重 那就要修关对峙 就这两个 止关修好了 你的这个 生灭心 烦恼的心 就会调伏下来 那么外在的摩月 就天魔跟鬼 死魔 天魔就是鬼神障 就是我前面说过 你特别喜欢感应神通的 天魔就容易找你 死魔就是生老病死的死亡 你能够生死自在 那么这个就是果地的调伏 你有前面的阴地的修学 你就有这个果地的调伏 调伏这四种魔镜 好 我们看第三段 问候多宝佛 看经文 有问讯多宝如来 安闻扫脑 堪人久住法 那么前面问候的 知识教牟尼佛 应生佛 这一下问候 代表法身佛的多宝如来 就是问候多宝佛 是不是依止他的本院 来到法会现场 来为法华经作证听法 那么也顺便问候多宝如来 身心安闻 内心扫脑 那个堪人久住 是不是能够真的法身常住 那么这么一个情况 这是一个问候 好 我们看更似的请见多宝 世尊 我今遇见多宝佛身 唯愿世尊 是我另见 那么问候以后呢 他当然见到释迦牟尼佛 他也希望能够拜见多宝佛身 所以他希望释迦牟尼佛呢 带我带为引见 带为引见 我们看佛陀怎么回答 看更伍的四尊为通 看经文 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告诉多宝佛 就带为转告 说释迦牟尼佛来到娑婆世界 希望能够亲自拜见你老人家 因为这个多宝佛塔 在前面讲完基本二门以后 这个佛宝佛塔已经关闭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代为托报 苗云菩萨希望能够跟你老人家拜见 我们看多宝佛怎么回答 看更六的塔中称善 看经文 使多宝佛告妙一言 善哉善哉 如能为供养释迦牟尼佛 及听法华经 并见文殊师利等 故来致辞 那么这个时候多宝佛呢 就回答两句话 叫善哉善哉 就是善叹妙音菩萨 说你能够以智慧装严 来到娑婆世界 为法华经作证 这件事做得好 做得好 那么一方面供养释迦牟尼佛 一方面听法华经 听法华经只是见诞 因为法华经的基本 二本主要讲完 他是为法华经作证 而且能够去参见文殊师利等 这些法僧菩萨 同参道友 故来致辞 那么古德解释说 这段经文 多宝佛言善哉善哉 这两句的赞叹 等同拜见 佛菩萨他不一定要设身相见 有时候信心相应 因为多宝佛塔基本上要开 他必须要十方的应生佛都要献钱 所以基本上是不可能再开了 就以赞叹代替拜见 那么这段经文 等于是妙音菩萨来到瘦佛世界 展现了义正庄严以后 那接着跟佛菩萨 跟佛陀 跟众生 做一个问候 做一个问候 好我们看 庚山的十方红金 这个地方先看第一段的问达善根神力 问根达 他的因地的善根 跟他果地的这种神通力 首先我们看第一段的华德一问 看经文 那么这个妙音菩萨来到 瘦佛世界展胜的义正庄严 问候佛陀跟众生以后 这个时候 以会的华德菩萨就讲话了 他说 世尊是妙音菩萨在因地 众和善根修和功德 这个善根我们前面说过 就是一种理观的智慧 理观的智慧 他修什么智慧 能够有这种普现车身三昧 第二个 修和功德 就是这个世修法门 就是五度 佛师世界人入境境禅定 这个就是世修 那么透过这个理观跟世修 而成就的这些三昧神通 他主要是问这个因地 有什么因地才有这么一个广大的神通 这个广大的神通 我们看妙音菩萨 他从哪里来的 我们把它回顾一下 339面 339面的放光灯罩里面 妙音菩萨来的距离 是108万亿 那由他恒河沙等诸佛世界 诸佛世界是一个距离 一个佛土教化的一个 叫做一个世界 那么他在这么远的地方 他既然能够在那么远的一个 金光庄园国土不动到场 然后在朔博世界 显现七宝莲花台 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 这么远的距离都能够从 比方来到此方 没有来之前 先把宝莲花献钱 所以同样是法身菩萨 每一个人可能都各有各的 三昧神通 但是能够在这么远的距离 能够献宝莲花 当然我们没有在现场 没办法清零 这个莲花长得怎么样 但是从这个经文来看 从这个经文来看 妙音菩萨所显现的七宝莲花 是引起了以会的法身菩萨 的随喜赞叹 你看前面妙音菩萨 已经请过一次法 前面那个文殊菩萨 也是问佛陀说 说这个妙音菩萨 众和善本修和功德 而能有如是大神通力 接着华德菩萨 也是法身菩萨 也是问佛陀 妙音菩萨 众和善本修和功德 有是神力 可见得 妙音菩萨的神通力 在这大家都是内行人 法身菩萨 他一看就知道 这个神妹不是一般的神妹 他是这样子的 佛法的修学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当然你修仁天秤 仁天秤你看 修仁天秤的人在一起 他彼此间 他的问候是什么 你最近在哪里做义工 你又去参加什么拜餐 所以仁天秤 他的所言尽就是断恶修缮 但是人生只有一个目标 积极福德之良 干什么呢 创造真上身 我只要求来生快乐就好 先不多恶道 来生快乐 目标很简单的 所以仁天秤 他直接修福 他没有太大的理想包裹 就是来生快乐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三层的修行者 三层的修行者 他比仁天秤更好 他求解脱道 所以他人跟人接触的时候的问候语 扣着空性的调补 你对空性的调补的浅身 你内心是不是更加激进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能够让我快速能够激进 这是三层的行者 那么法身菩萨就不一样 法身菩萨的这个成就自信 清清以后 从空出甲 成熟众生 庄严净土 所以法身菩萨 对的两件事有兴趣 第一个 我如何让自己更加的功德庄严 第二个 我如何让我自己 更能够善小的度化众生 这是两件事情而已 所以这个妙音菩萨 他在说佛世界所显现的七宝莲花 那的确是引起了一位法身菩萨 包括文殊菩萨 华德菩萨的请问 那么这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殊胜的善根 什么样的功德 才有如是圣身广大的 这种普现色胜的散魅力 希望能够向他写起 好 我们看更二的如来垂达 那么先看第一段 正达善根跟功德 好 看经文 佛高华德菩萨 过去有佛 明云雷音王 多陀阿切度 阿罗赫三秒三佛陀 国明献一切世间 洁明喜见 妙音菩萨于万二千岁 以十万种祭月 供养云雷音王火 并奉上八万四千七宝多 已是因缘果报 今生净发肃王制国国 有事神力 发得 欲如一云河 而是云雷音王佛所 妙音菩萨 祭月供养 奉上宝弃者 其一人呼 今此妙音菩萨 摩河沙士 那么在回答当中 先回答福德一眼 就是世修的福德一眼 再回答理观的善根 先看福德一眼 佛高华德菩萨 那么在过去生 有佛出世民 英雷音王 多陀阿切度 阿罗赫苗三佛陀 那么 这个就是佛陀的 这个三种称号 第一个讲儒来 第二个讲应供 第三个三秒三佛陀 就是正等正觉 这是讲正报的佛陀 那么他所设受的国土 名献一切世间 那么他当时的 时间的节名 就是喜见 因为这个众生 过去生福报大 所以他在这个世界 所见所闻 都会让自己信心欢喜 那么妙音菩萨 当时就在那地方投胎 那么在那地方投胎的时候 他做什么事呢 他用一万两千岁的时间 以十万种的美妙的音叶 来供养这个银雷音王佛 一方面 又以这个八万世间的七宝 所成的波 来供养这个佛陀 所以做两件事 一个用音叶 第二个用祈宝波 所以以示音叶 今生净花树王 至佛国 有事神力 那么 华德 以如意银河 当时 在银雷音王所 妙音菩萨 以祭业供养 奉上宝祭者 起义人乎 这个人就是妙音菩萨 所以他当初 用这么长的时间来 供养音叶 供养七宝波 所以他今生的这个 招感的依报 他去到哪里 有这个法器相随 音叶相随 这一个世修 当然这是一个祝恨 我们看真正的理官 成就三妹 是有理官智慧的 看理官 看经文 花德 使妙音菩萨 已曾供养 亲近无量诸佛 九值得本 又指恒河沙等 百千万亿 纳由他佛 那么 他的智慧 是首先 亲近供养 无量诸佛 九值得本 我们学习智慧 一定要生长在佛寺 那么生长在佛寺 不管是正法 向法 末法 总是要有佛法注释 你才能够成就 这个得本 这一切功德的根本 就是智慧的善根 特别是 滑滑稽的善根 你要 你观照的地方 不是观照空性 你要知道去观照心性 这个是成佛的捷径 那么 成就这个 职重善根以后 成就的果位以后 成就的剑道位以后 又清静十方诸佛 就广修三昧 他是这样子 我们一旦修行一心三观 我们前面说过 一定是先凶空观孝顺 你一定要先成就 清静心 才能够成就功德专业 这个次第不能错的 那么这个就是他之所以能够展现这么舒适的普现三昧 由理观的智慧跟 世修的福德结合起来 就是三昧力跟福德力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大乘的智慧 不是叫解脱 叫智慧庄严 那么当然世修必有因 就是说你的因地心 决定你的果地诀 你看大家都是生死凡夫 同样来到佛门 几年后几千劫后 结果都不一样 有些人成就阿罗汉 有些人能够成就功德专业 为什么 因为你的因地心不同 因地心不同的时候 刚开始在拯救了生死的时候 差别不大 差别不大 你了生死他也了生死 但是你了生死以后 从解脱道进入菩提道的时候 那个差别就开始千差万别 那么最大的差别 就是你对相状的处理 过去师父也在强调 就是说 你对于因言所生法的相状 你是怎么看的 如果你今天修空性 你对因言法的相状 你采取的手段 叫做灭射取空 恶元对立 你认为所有的相状 对你都是干扰 你这样子认为 那你也这样做 那我可以预测你的结果 你未来在成佛之前 一定要先经过一段的 灭盘寂静 就是一种没有象状 一定有一段时间是 在佛陀度化你 会前入死之前 你一定要经过一段的 灭盘寂静的状态 就是一个无象的状态 空无象无厌的三昧 因为你的阴地 就种下这个阴地了 那如果你今天认为 象状没有好坏 你是为了要清静 暂时的离象 因为清静心本来就没有象状 所以既然没有象状 本来无一物 我何必去惹尘埃 它是离象 那回过头来 到见到位以后 又借象修心 把这个借布施的象 你一定要造作 违心所具 是信德 你要修德 你透过众生的象 来修布施 从这个布施的造作 未来显现在 普现射身三昧 你透过直接的造作的象状 未来也是加强 普现射身三昧 所以象状 你离开以后 你可以再借回来 但是如果你把它断灭了 你的内心的活动就停止了 作为假观的智慧 它第一个就是象状 因为如是象 你能够产生习性的造作 最后产生自体 象性体力做因言果报 所以诸位 尤其是净土宗 净土宗要小心 我们的确是要 燕尼说佛寻求极乐 但是 你怎么样来看待 说佛世界是很重要 同样燕尼说佛 你是面色取空 还是理想亲近 就是说 燕尼说佛 什么叫说佛 按照花花经的思想是 我们燕尼的是 你打妄想念造出来的 内心的 内心 说佛世界的影像 是你的生命 就是你要离开你内心的 你自己所贪爱的 说佛世界的影像 那真正仗道的是这个 外面的说佛世界 它跟你没有关系 社不迷人 人日迷 那你如果误会了 你如果误会了 所有的人事 都是障碍我往生 那就完了 你可能会往生 但是你以后的后遗症 很严重 灭射取空 你以后一定要 加以挽救的 所以 花花经的思想就是 一佛称 你一开始就走对 那走对呢 就是说 你从自信近近 就是你本来就近近 所以自然离向 这样是最好 自然离向 所以我们只要去 消灭心中的妄想就好 就是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取向分别 尤其是特别快乐的 特别讨厌的相状 在你的心中打妄想 打九六本身 执着 那么这些影像 会触动你的 烦恼跟爱取的 你要消灭 你心中的影像 但是你对 依他其的影像 你不能排斥的 所以维世协 有一句话 讲得非常好 叫做 片祭本空 依他如坏 我们要消灭的是 我们自己 妄想执着所捏造出来的 片祭子的 娑婆世界 而不是 因言所生化的 娑婆世界 这个操作 你要操作错了 那你以后 会走很多的弯路 很多的弯路 这就是为什么 你的同参 带友经成佛的 你还是一个阿罗汉 因为你走路的 一个弯路 产生的法质 所以这个地方 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 阴地心 其实你的 凡乎会是最重要的 你成就阿罗汉以后 讲什么都没有用 因为你定性 你的总性 已经定了 你现在的改变 因为你现在没有定性 你现在不定众生 你那个黑板 随时可以把它擦掉 重画 但是你那个 成佛之道 让你画出一个模样的时候 要改就不容易 那只能够 会前入实的 因为法质是很难改变的 因为它没有对错 它影响到你的凶量格局 神通妙用 那么这个就 要解开就不容易了 所以 诸位 你今天能够正确 学法华经的优点在那里 没错 你说我是凡夫 但是你一开始就走到一个 康庄大道 就走背路 以后不要再弯弯绕绕的 而你现在改变是最容易改变 因为你现在什么都没有 所以你最好改变 那等到你有功德以后 就不容易改变了 所以因地心研究 成就国帝诀 就是 你要知道 我迟早要有相状 既然法身菩萨 他有一正庄严 那表示这个相状不能排斥 你要这样想 我迟早 法身菩萨 他为什么先起宝莲花 这个是相状 那你因地就排斥相状 你怎么献出七宝电话 所以这个地方 值得我们注意 好 那么就是理想精进 跟灭色起宫 一定要把它取分出来 好 我们休息十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